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的童年,张国荣童年是名为张法忠,据其香港的初中同学所述。于中学时期,他已改名为张国荣,出生于香港九龙,父亲是出名的洋服裁讽张活海。张活海经营了自己的洋服店,他经常为好莱坞明星逢製服装,影声马龙白兰道就是张家的客人之一。 张国荣家女共有十个兄弟姐妹,其中老三,老四和老九在儿时腰折了。张国荣排行第十,所以又被称为十仔。 张国荣姐姐是香港知名社会精英张六平。张国荣同年时居于港岛湾仔湾仔道81号,他小时候一直和父母分开住。 由于父亲花心,母亲又忙于争宠,而过分冷落了张国荣,关心和照顾他生活的,只有家女的容人录者。 张国荣在圣路旗书院,小学部,就读期间,经常参与学校的音乐节,朗诵及宗艺表演,曾经获得两届英诗朗诵冠军,并可留利的朗诵沙士比亚原文。 1968年,于玫瑰江学校,小学部,完成小陆学业。 起初,他在铜锣湾佛教王凤玲中学就读,1968年至1969年读中一。 后来,转到跑马地玫瑰江学校中学部,从读中一直至中三毕业后离校,当时的英文名为Bobby。 1969年,当时只有13岁的张国荣,被家人送往英国升读中学,后于英国高级程度会考英语科取得A级成绩,其后考入英国理智大学,攻读仿职系,附收英国文学,成绩优异,并领取奖学金。 他念大学一年级时,因父亲中风而绝学,后在威灵顿英文中学,高阶分校,策班入读中午,重修中文。 张国荣英文名字的故事,张国荣英文名为Leslie,源于喜欢英国演员Leslie Howard,即乱世家人电影《中亚十里威尔克斯》的飾演者。 而是,他另有个可爱的名字,Bobby Frankie,张国荣曾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说过,我为什么叫Leslie呢? 理由就是,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叫做Bobby,但是我又很怕被人误会我是另一种动物,所以就改了一个稍微sexy一点的名字,Leslie。 张国荣英文在家中十个兄弟姐妹中,排行最少,故有十仔之语名。 哥哥称号的故事,在香港演艺圈,和张国荣英合作的名声多称呼他为哥哥,于是歌迷也从最初的Leslie,转移称呼他为哥哥。 喜恩是1987年拍摄《善女幽魂》时,女主角王祖然在片场以哥哥称呼张国荣, 于是身边的人也跟着哭他为哥哥,不知不觉,全香港演艺圈的艺人,都哭他为哥哥。 但另有一说事,和林青霞合作白发魔女全市装饰,他赞林青霞,姐姐你好美。 青霞回一句,哥哥你也好美。 从此张国荣就多撩哥哥却号,还有一种说法是,哥哥原为张国荣对唐先生的匿称,后被误会为其称呼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。 拜拜。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